也打过一些这个逆境的对局 来看一下班人吧 破败王直接被送上班位了 那加里奥破败王 蓝色方确实有得天独厚的 这个可以自由挑选班人的优势 那我们这边格温我觉得还是要搬掉 因为这个英雄有点 放出来之后不确定性太大了 看看怎么说 格温没问题 那T1这边 会不会真的三手搬冰女 我感觉上一局他们没有这样做 可能会发现这个冰女 有点难受 真的有没有可能三手搬冰女 来看一下T1怎么想的 包括前面一直在针对的一个阿宾的贾克斯 好纠结 还是搬了泰坦 他们连续的 两次在蓝色方 好像都把这个泰坦给针对掉了 那我觉得狐狸这点不用想 那还是搬掉了宙斯在第二局发挥比较出色的一个船长 狐狐狸让给你 猴子也让给你 你敢不敢抢 猴子 主要现在 狐狸在外面有一个冰女的针对 导致这个英雄先出好难受 我觉得RG这边其实也不着急吧 他猴子 拿了之后 你狐狸如果真要拿 可以三手拿呀 你现在拿 如果对面再拿冰女 这不是跟第二局的对局又一样了吗 还是拿了狐狸 那这把看看怎么想啊 主要是冰女这个英雄目前看来好像确实是打狐狸挺不错的 在这次系列赛里 而且飞克的冰女第二把是拿了一个MVP的直接狐狸加侠 感觉冰女雷啊 而且这把没有船长我也很很好奇三手的一个上路的选人 并没有飞克这边觉得是有乐福兰的情况下 他还是要拿自己生涯当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乐福兰 但乐福兰猴子这个中野我觉得配合起来一般般 因为乐福兰一般来讲还是要配我们说这个春季赛发挥比较出色的盲森啊 赵信啊这种好一点 乐福兰拿下来 要先出上路吗 还是这手要先出上路 先拿一个不容易背后手康他的那儿 我们要不要把小威的打野先出了呀 这一手没有破败王的话 看看这手拿什么 我感觉芒僧还可以 芒僧真的还可以 这把直接先拿一个芒僧其实还可以 因为芒僧狐狸这个中野强度也不错 第二轮 继续针对公妈UC的那几个呀 继续把那种卡丽斯塔小炮这种可以扳掉啊 感觉这两个现在一扳掉 公妈UC能拿的英雄有点少呀 依泽瑞尔跟卡莎他都不怎么玩 或者赛娜 但感觉这把出赛娜 确实是因为有一个猴子 我感觉赛娜 哦还是搬了依泽瑞尔 他觉得下路这个部分 对方可能要主打一个上半区 所以这个依泽瑞尔比较好狗住 但确实公妈UC的这个依泽瑞尔玩的比较少 看看好的啊 我这边网络也是小波动了一下啊 我以为你去 我以为你去那个指导BP去了 这边延迟比较大啊 问题不大 看一下BP这把拿瞎子了 虾子能处理这个中野 还可以 真还可以 我觉得虾子还行吧 主要对方三手把破坏王搬了 破坏王拿不到了啊 这个拿出来感觉小威的这个信心太强了 那在第二轮看一下 兵哥这边能拿什么打这个那儿 不会来刀妹吧 我刀妹被绊了 这把我感觉还是 我刚营刚营打刚营来了吗 但是清刚营打那儿如果没有中野帮的话不算是一个优势对线啊这个是 而且刚营就这把刚营有点不好有点单挂你发现没有就这啊不是一个没队友配合的 以细青刚营对面这下路就是以不变应万变呗反正就是来了又来了金克兹有就拿 这怎么说来个九孔万豪啊来手捅痛怎么样感觉捅痛但是不能来软斧了我感觉来可能得得硬碰硬了这得让小明去游起来确实 最后还是选了雷奥那哟这这一手其实是我感觉比较综合的选择吧就他打完都还可以然后他也没有像我们讲说那个软斧那么被动 这把只能说四个字相信兵格相信兵格而且这还有一点我们放了乐福兰前面这个乐福兰其实一直是没怎么放的对在这种对局里面我觉得拿到赛点拿出青刚营只能说相信兵格而且兵格也是曾经在LPL决赛舞台上拿出对吧决胜军拿出贾克斯的男人是的但这把确实队友能给他的帮助啊可能不多因为毕竟没人 没有加里奥卡牌这种体系英雄吧而且我我有一点有点担心就是我感觉我们这个阵容又是那种拖下去有点有点不舒服这个阵容这把后期只只能靠兵格呀但兵格不是特别好打团兵格这把后期可能可以带不是很好打团 相信兵格好吧兵格的这个卡密尔 因为发现打他这个那也没有特别好的选择了 就在青刚呃在这个刀妹被绊的情况下主要现在那个谁没了杰斯没了就原来你说你还可以直接后手他不搬杰斯玩杰斯杰斯没了 而且这把对方的这个中野其实强度上面怎么说因为有猴子的存在吧不像我们的这个狐狸盲僧前面那么好做事所以也要看看能不能像上一局因为上一局我的最好的还是三四级对面的中野就很难玩了 对刚才没有看到完整的BP啊这个盲僧是第二手拿的是吧 第三手就是第二轮吧第三手 因为是对方在前三手搬了那个破百王然后我们三手出打野我当时也觉得拿盲僧是比较好的因为没有别的特别好的因为照性太拉了你懂的 对还是得中野上强度吧对的就你一定要找一个能跟狐狸一起对抗勒弗兰的而且盲僧打勒弗兰还算有点就是效果的因为天然波挂到他不太好跑 是的这把依然看中野吧上把能拧下来我觉得还是中野的优势对的 但这把还是要小心啊因为对方的这个下路组合在第二局的时候甚至打线是有点小推线权的 但这把我觉得好像也是至少RNG这个阵容他不像上一就是第二把那样 第二把究极被动对这把至少有一个青钢引对吧 然后引得包括辅助小明这边是选择了一个应付至少主动权啊这场比赛也就是在RNG这里的 只要我们赛区队伍能拿到主动权我觉得至少啊在一些关键的决策上面啊他敢于做尝试不会那么被动 盲僧是刷下来的哦那这样其实要观察一下青钢引这把这个对线是是要直接放线吗还是怎么样 因为如果盲僧刷下来他一打一打纳尔前面其实没有那么好打的 拿出一个不灭对吧这次是不灭纳尔 领格也是一样嗯 直接指到了 直接指 这波这辈子也有点远啊要被打技能了啊 化解了点燃啊 那这波呼唤一下血量的话鼓埋鱼鱼血的血量其实是有点低的他这个血量是不太好台上来这波对金克斯很伤 因为金克斯的一个优势就是一级的鱼骨头的推线对这波其实不会让他推的很爽一级 直接把他血量压低了 一会儿这个兵线推回来 双方都到2 其实这个对线上 金克斯是有点难受的 主要你这个血量 你是多蓝剑 你没有回复品 一会儿一旦再被找到机会 很有可能是直接限杀了 他副系也是带着一个 巫术嘛 他没有饼干的 是的 他主要刚才那个位置 塔姆离他太远了 他要绕视野抓了 他要绕视野抓了 阿斌是有 完了 狗所还交了 这波很危险阿斌 众司在卖阿斌得往下跑了 而且这波肯定要叫闪 不叫闪必死 叫闪见过墙 对方跟闪 红霸木粘一下 好像杀不掉 杀不掉就已经万幸了 这波得溜了 二塔处回城吧 这波真的好危险 真的太危险了 还好他是多蓝盾 而且他这波闪过来 猴子那个伤害是不够的 这波就是上路跟打野换闪现吧 这把冰哥我觉得他得1v1自己玩了 这把是肯定不会有队友能帮助他的 这把得1v1一直玩到底了 那这把选情刚也至少后期主动吧 是有点上头啊 感觉现在就是对方一给身位 冰哥就想换血 是 然后你打野是刷下去的 有的时候还是得冷定一点啊 中路对线的话 飞克这边在回复体上小优一点 小虎已经把蓝量打光了 但这波打完应该都要回家 嗯 哦飞克这边 并没有选择回 小虎先走吧 下路的话 金格斯也是回家补刀的推取 咖喇还没有回家 但一技能播打的真的挺好的 就金格斯 一技的推线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优势 哇 这个上路真的冰哥很暴躁 是 你敢给他 我就敢踢你 对 他只要觉得一技能能踹到 他是B上的 即便他刚才Q技能在CD 而且刚才那儿也没害股了嘛 先过来消耗一波吧 无理是回过家了 交TP回到线上 主要还是看中野第一波节奏吧 小微赛 大那儿 上路倒是没视野 哎 跳过来了 有机会了 W也扫到了 但是五级的一个宙斯 血量还是比较高的 Q到了 有机会 RT加一打出来 应该没问题 Q过来 一技能预判 啊 没有一道吗 一闪 小微还有一个一 漂亮 哎 这波大人很伤啊 没TP的 是的 嗯 关键是这波他也想单杀 我看出来了 他觉得领先一个闪 他直接把部也进空交了 他想着凭什么你给我这上嘴脸 我也要上嘴脸 但这个就是年轻选手啊 两边的上单都很年轻 都很想操作 主要他被阿斌拉到了一个 就是啊 大家有技能就一定要往前交的这个领域 然后阿斌有打你 哈哈哈 过来有一个夹子踩到了 但这边的话伤害打足 马与小闪线 挂点燃 有机会继续追 Q闪有机会 先打他 刚来有闪 不贪 那B出一个闪线可以了 挺稳的 我觉得这波 双闪有机会限杀 因为 Q闪 B一个进化等一好指导是真限杀 但他们不知道猴子的位置 对 这波主要小心猴子 而且这波线卡住的话 猴子要来了 这波可能 Kira要打先手了 要小心他这波W顶 就要点燃闪线 躲一下W的减速吧 啊 B出一个闪线 是的 换一下照样式技能 然后帮忙把这个线推进去 奥尔这边 这把上来两边上下两路 打的都挺激烈啊 RB5级吗 来到中路 RB赏一波点子 就帮忙蹲下推线吧 也只能这样啊 主要他5级啊 他也做不了啥 他想看这个 腰机会不会强行踩上来 就只能这样想 难游到的感觉 对啊 没大招的话 确实挺难杀的 清安有大的话 哦 视野是 看到了 啊 看到了 没有注意 没有注意 这也没有队友 也没队友给他提醒的 看到是不可能溢上去的 对吧 他没注意 他没注意 他应该是没看到 队友没给信号 那个真眼他都没看到 这种一闪而过 确实 也有可能 就有的时候 你太专注对线 是会这样啊 你那个小地狐 没太注意吗 难道他在第五层 他觉得 我看到你了 我跳上去 你以为我身后有打野 你就不抓我了 对吧 你也不是那么想 你应该没那么深 对啊 所以我只能说 就是真的没看到 他就没注意 因为你刚刚看 他队友也没给他提示 就感觉全队都 都在专注对线吧 没人也也没提醒他 但两边上单啊 现在都很想去操作 阿斌又来了 踢个二期奖 一起的不能教阿斌 一起的给我忍住了 没教没教 还行吧 浪费了一波猴子时间 小虎来到上线的话 被视野看到 小虎的补刀稍微亏了一点 但这吧 主要还是那个问题 就是对面这个阵容 发育下去 因为下路有个金克斯嘛 所以我们还是得 稍微的想办法 起一节奏 来了 踢到 打一套 毕竟是个乐福来 不太好留 对 就消耗一波 反正因为刚刚没六级嘛 吃了三个兵的经验 才到六的 没六级肯定杀不掉 下午先锋出身 下路 盖蓝是到达六级 我感觉这个下路 顾妈与C对线 现在真的是 要处处小心 他没闪现 他这把被指导的 稍微有点小多 阿斌这边 率先把先锋打醒 但是双方辅助来讲 塔姆先一步到 塔姆这边是 也只有一个五级 两针 这波战略是差不多的 周四的怒气情况 不是很理想 但霞在赶 霞先一步能够到 RN7可能还是更想打这一波一些 金额斯在路上 踢到一个甲猴 那应该是不上了 先把甲猴打掉 等一下霞的位置吧 金额斯也再过来了 两边辅助等级是落后一级的 小明格力 是的 塔姆蹭到六了 这个位置 来看一下双方怎么 先抓纳尔 诶 宙斯不走吗 踢过来 没有踢到 但是这边的话 队友的伤害应该是够的 周四是被踢到了 诶 卡了一下 OBbug 那这波得丢了 对 伤害可能不太够了 周四这边是马上变大 那也行吧 把周四打残 但这个位置被逼得很难受啊 想过来再开宙斯 周四的位置没有消速闪 塔姆闪现 去吃了个大大 那出来之后是没有闪现的 但是伤害就差一点点 正面还想败 大招做出Owner 还有后续吗 好像没有了 好像没有了 周四这波是可以 GP出来的 其实这波RNG反而是 挺被动的 因为现在 技能都没了 反正这个先锋 如果对方踢出来 要小心一点了 你说阿斌直接大 会不会好一点呢 第一波 哇 第一波我感觉他们的指挥 是先拉掉 因为感觉可能 快变大了 但其实纳尔这个英雄 前期他变大会很慢的 而且那个位置 芒僧全技能啊 我感觉直接大 是不是有局 还是没踢到 说白了 就没踢到 让他交了一个位置不太好 踢到应该是必死的 就轻敢于踢到的话 钢索没踢到 后面后面那脚是踢到了 但那脚把它踢走了 有点难受 这一波 主要是没大的都 RNG的上坠也全没大 哇 Pyra这个闪现吞挺关键的呀 是的 那个大尔我感觉就各位数 甚至十几滴血 就直接被吃进去了 小虎是一个贴脸魅惑 打的已经很果断了 但这个塔姆啊 是化险为宜 小微要小心 飞格是全技能 等一下 雨坦过来吧 但这个龙应该能打 毕竟对面的人在处比先锋 是的 两边这把前期打的还是挺胶着的 哎呦想火箭抢 这把其实冰哥的发育并不好呀 只有五十多刀 首先还要被纳尔齐脸 新刚也这把会很穷的感觉 主要上路有先锋啊 而且刚才顺势换上来的是 金克斯 这个先锋 配合金克斯把一塔吃掉 T1的前期还是挺舒服的 而且这一套是 就是他们熟的那一套 就是 跟把UC对位发育有优势 然后往中期玩 这一套 而且拿到这种大盒 对 再加上有塔姆 是比较有底细的 就塔姆容错率 有点高 说实话 哦还是塔姆 塔姆这个英雄确实挺克制 RNG的一个打法的 这把得慢慢来了 因为前期这个节奏是在T1这里的 他们B拿到了第一条先锋 也脱掉了RNG的一个一血塔 现在需要给到青钢瘾 跟霞一些的发育时间 这两个队伍 其实谁能在前期先占一些优势 两队的滚血秀能力都特别强 是的 而且只要拿到优势之后 还是那句话 就都不失误嘛 所以就 对 你想再往回打 难度确实是比较大的 飞克这边两采清线 然后空篮准备回家了 小虎继续回到中路 又换回来了 两边现在依然是一个上中下路 对位的一个对抗 打断一下 用W技能 这把慢慢来吧 看这把龙魂刷啥 有一个视野是被屏蔽掉的 会不会给古马一个错觉 但塔姆在后面啊 他这个走位 我说真的没塔姆就直接开他了 对 或者就把塔姆踢过来 但是这部奥娜也在旁边 奥娜是8级的 等级很高 还有神分的 装备是领先的 没开到 对 那这样得走了 主要是如果再打的话 对方猴子是能反手 直接接团的 是的 现在先发育吧 现在装备上是落后一点的 嗯 经济落后1000多块钱 哇 布曼于是这都忍得了啊 萃取杀一刀 直接回家了 阿兵又是来到了中路 但宙姿这个怒气 是满上变大的 不太好动他 哎 这把感觉玩得比前面几把都稳 是的 主要T1这边也知道自己现在1比2落后 已经全阿边上了 这把真的有点稳 就 没有给那种 往前的机会都没给 想要火箭断回程哦 但这个位置 咖拉还是能回去的 那小冬飞客 直接给大招 狐狸过来看轻子怎么样 有伤定到 啊 这边飞客拉走了 而且这边小灵没大的 这边有点急啊 阿兵这波 感觉这闪现是没必要的呀 闪现没看懂啊 闪现没看懂啊 真有点急啊 其实青钢影没必要这么急啊 就先发育啊 因为你这样会让下路很难受 你全在中路漏了 然后下路这个塔姆加金格斯 可以爽吃度层 对 主要青钢影自己的发育也会很差 这把兵哥太想去中路做事情了 飞客这波处理的也挺冷静的 他是被大到没急 他先甩链子 然后扭扭了技能之后再交闪 哇 二塔没了 这波兵哥其实没必要去怎么试吧 感觉 是的 这把感觉挺难的 主要现在踢完这个节奏打起来了 是的 边线也没压力 中路又很灵活的一个勒夫兰 这波飞客也冷静啊 他走位把那个扭了 他走位把永双扭了 然后闪现躲掉了魅惑 兵哥闪现是补伤害去的 我感觉只有这一种 他想打二踢脚 就是他第二弹Q想打出来 他闪现Q了一下 正好那个飞客大招结束 然后触发了一个进发水月的分身 失去目标了 嗯 现在我感觉RNG得冷静一下 特别是兵哥的一个点 其实这把打到后面的话 我觉得兵哥还是有机会的 这个青鸽银 不会像上第二把的阵容那么的难打 但现在有个比较难受的地方 就是这个金克斯发育的有点好 真的发育的有点好了 反正这把劣势已经挺大的了 是的 而且是塔姆金克斯啊 这个就是让 怎么说你切他的难度上升太多了 而且纳尔这把好肥啊 你看纳尔这个装备 是 纳尔巨匪对吧 就是在草丛里面 但这波T1人很多啊 这里如果打起来的话 其实并不好打 哎呦 这里一二 并没有命中 那要溜了 对方人太多了 那这个龙莱奥娜没大招 没闪现的话 要稍微小心一点啊 我感觉RNG周波不是特别好接啊 嗯 这波可能要让了 是的 主要这波你莱奥娜什么技能都没有 而且 卡蜜尔的一个发育真的不够好 卡蜜尔直接踢上补经济了 没问题吧 这波确实不能接 要让了 而也对焦踢回去 这波双方等于是 直接放弃这波 哎卡下还要动吗 纳尔马上变大了 纳尔马上变大了 还是要变大了 这个伤害不太够的这两个人 这把我感觉还是上路 就是那波先锋吧 那波打完结构就没了 对了 那波为了杀宙斯 记得前锋 没杀掉 对那波被Keyra塔姆救下来之后 等到7万这种队伍拿到第一条先锋 推到第一个塔的时候 他的运营节奏就来了呀 RNG就很难再找机会 谁不想出路找 Keyra脚闪现往后拉 大招给神 大塔姆吗 冰哥那边并没有着急出大 被激了一脚 感觉冰哥不太想打的 金克斯的位置速度好有点好 飞克过来练练小明 想出这波是没有闪现的 对往后拉 金克斯的速度太高了 RNG阿斌也是一技能拉走 现在打一下F6溜吧 这里也没有交太多的技能 就是这个塔姆好像没任何办法呀 对 就你看到这个塔姆的时候 你已经只能选择开他了 但这波那个位置 你开他好像伤害不够 而且塔姆也是直接吃了金克斯就溜 嗯 这波打起来金克斯的速度太好了 如果猴子转起来 这波RNG要输的 还好地区时间把猴子给踢走了 现在打关 冰哥先锋也被拿到 这个局势真的很不妙了 这把打团不太好打 真的不太好打 对吧 虽然你说现在没有人头爆发 但是这种比赛对吧 就经济上已经落后挺多的了 其实 主要是人头不爆发的比赛 踢弯可能会更厉害一点 对 我也觉得是 就是当人头不爆发的时候 这局面踢弯更擅长 顶起来了 但是夹子放短了 接不到 硬伤害打 还好是有狐狸来救驾 让小微摸了一下狐狸溜达 这第二把跟第四把这个塔姆呀 太难处理了 但我觉得是吧 还是这个青钢也没效果 没效果 确实打那儿给打是效果 这还是又是打野帮帮抓一波 然后对线裂了 很难受 今天对线有点捶不过宙斯啊 这宙斯 今天这个状态 包括他本次MSS的一个对线细节 打得太好了 是的 而且摇人没捶过 真有点难受了 是 一家选手给到宙斯 对位经济差是1200 不过宙斯 这个刀差距有点大了 说实话 是的 而且摇马啊 还是个最不理想的火龙魂对RT来说 而且摇马啊 小虎魅惑一下 赶紧利奥塔姆 预判一个对方的位置 但这个位置小虎还捏着大招 要看侠 侠 侠来的话其实可以打的 Keyra被轻到 Keyra这个顶防把自己给卖了 而且Onder Onder没有留到 Onder用W过墙 来了 Keyra有点太凶了 就是我说的 那个五波里 有四波是好的 有一波就是这种 你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就硬硬 但这个人头 不太止渴 只能说 小干燥 没资源 还是没资源小干燥 多来几波这种 现在青鸽眼的发育 确实太差了 需要一个很大的 很长的时间去补 而且现在还有一点 就是这个 你看着这个金克斯在中路推线 你拿他没办法 导致现在中路一直有限权 踢完这边 反正这把要我硬找一个理由吧 就是相较于第二盘 就RNG落败那盘阵容啊 至少这把还是有 主动一点 对有一些先手能力的 是 就你要是像第二把那种阵容 你哪怕遇到机会 你都抓不住 但这把你遇到机会啊 能抓住 但是这个前提是 T1会出现一些失误 是 这把的翻盘难度 我觉得还是很大的 但不会像第二把 就那么绝望 就第二把是我们很早就认为 至少是个吃三开 对 但这把目前至少是个六四开 我觉得就是如果真打起来 有点机会 主要现在得把装备的进度 得跟上 青钢瘾 现在这个情况是打不了团的 侠的装备是不差的 其实独立的装备也还可以 尤其是 这把因为小明是一个应斧 其实我们心里就踏实很多 小明玩应斧 还是能找到一些机会的 我来 做一个连接点 让小V去排演 现在视野的压力会很大 是的 但T1这波的下一波攻势要来了 他会卡火龙快刷新的时候 放中路的峡谷先锋 来形成一个 这个五一分推 直接放先锋吧 这波看一下 我感觉他可以再等一等 他等到快刷火龙再放 其实对RNG的威胁是最大的 他等下一波兵线再放 这样RNG需要去取舍 而下路的兵线 Faker也带过来了 下路这个塔应该是要被点掉了 哎 这波宙斯的怒气特别好 RNG这里是 不太好接这波龙团的 那应该是让了 哇 那感觉这波让了 其实经济会被拉开挺多的 主要两座塔加一个龙 而且这个先锋好像能抓二塔 这个是不能接受的呀 如果这个二塔 再被抓一下好难受啊 哦 这盘有点被运营拉扯麻了 青刚也在上路继续带 那儿变大 RNG在纳尔变大的期间 是根本不敢去跟对方开的 然后这个火龙 因为现在的视野非常差 又有一个大纳尔 RNG不敢贸然过来 T1还很小心 他觉得前面两把 你都是不讲道理 你看你一个过来看 这波T1还蹲了一下RNG 这个小龙应该是这样的 小虎这边火加是 都受了世界专注 那这瓦真的被运营了有点难受 嗯 主要这个T1运营节奏 打得太完美了吧 你看他们虽然现在是零人头 但他们这个节奏 是有点窒息的 RNG 基本找不到太多的机会 去跟对方能打起来 基本上就是无损在拿一些资源 无损的同时还在尽量的去 推掉你的防御塔 是的 这个就很难受了 只要先锋移掉 其实整个节奏就有点不对劲了 嗯 得打一些不科学团战啊 就是刚刚你说的这种 G1可能没想到 但是RNG从那种很奇怪的角落冲出来 打一些以多打少 这种团战 但我觉得最近T1这个大龙处理啊 要比一开始打MSI要冷兴很多 对 所以这个现在机会真不好给 你说要是对抗赛一开始那种样子 T1经常就是打着打着 就不知道为什么领先个三四千 开始all in大龙 开始打到底 但是现在他们其实慢慢的 也反应过来了 他们利用这个大龙B团也好 他们利用这个大龙拉扯也好 比最开始做的要好了 这个火龙压力有点太大了 主要是 而且现在河道士也完全做不出去 对方的一个先手 虽然不是强先手 但是你 还是不敢去啊 想过来尝试一下嘛 抢一下蓝 但是蓝还是被宙斯给拿下了 现在感觉得下条小龙给对面上场压力了 因为这样子一直很舒服的 让对面运营下去 更难翻 我觉得 但兵哥这个出装 不太好打完 两件的事 对 就是极致单代 但是上次青岗也是一样的一个出装 还是要做一个 九头蛇 也去 视野其实看到了 菲克尔刚才就是这个 人走过去提供了视野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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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个装备一出 他边线是可以一打二的 很肉 是的 这不是一个打团装 但是能让他的 在边线的发育吧 变得更安全 更抗压 现在慢慢等待吧 两边现在都是很稳的一个状态 T1不着急 RNG现在想着急 但是也找不到机会 脚提皮下来 一起来想过来拉 这次直接脚闪现躲这个夜 好稳啊 他这个 因为看到中 这个野斧过来了 但是这样的话 大龙区的视野 会不会T1稍微的再往 我们这边的 也去步一轮 而且这个龙坑里的眼 应该要被排掉了 那这样对青岗影单代的压力有点大呀 主要现在龙坑完全没视野了 青岗影这边硬带的话 可能T1这边推波中线要去动龙了 因为宙斯已经来到了正面 反正现在兵哥也是要继续带的 你不过来手 我继续带 除非你动大龙 我感觉其实如果 对面硬动大龙还真能给点体会 对 T1他现在也很小心 不怕是打不起来 现在就怕完全打不起来 现在这个翻盘点其实就在大龙 对吧 其实有点像就是对抗赛街到我们 第二场打T1的那种感觉 对吧 对面的优势 经济优势有 但是 就很稳 就不太会轻易的给这种大龙的机会 如果给大龙的话 可能RNG还真的有机会去翻的 不怕你跟我打团 莎士比亚呀 兵哥的装备也慢慢的够看了吧至少 现在有一个参与九头蛇 是的 有一技就是补快表 哎补快表就 青钢影一般就是这种两件输出装 然后做不起死武直接搞快表 搞快表硬来搞博团 都是这种限定技 但这波小龙团可能补不出表了 他刚回家做完这个九头蛇 没有表的话这个龙团好像接不了 对的补不出表青钢影太容易白给了 你这尴尬装备还真可以呀 已经三件套了 这把是没有出二级鞋 直接搞了个大成装 是的 挺想打的 我怎么感觉 这把 嗯 但是青钢也没表的话 感觉难度还是有点大 继续带 两边对吧 真的是究极莎士比亚啊 两个人头 26分钟 哎呦被火炮偷了一炮 小虎这边有点难受 主要现在金克斯也三件套了 要小心啊 主要开团前 他如果偷偷给你来一下 暴击了有点吃不住 主要还有个塔姆啊 他这个位置会打得很激进 这马上鞋挺想来接的 但这个位置还是那句话 青钢影要小心进场的机会 如果他进场直接白给了 这团队就寄了 哎呦 打了一下 先打咒斯吧 咒斯马上变大了 不太好吧 这个血量可能有点难 没有火到青钢 能不能变 没有变到接被咬了 金克斯那边是拿到了一个火龙 这边需要拉扯一下 金克斯那边是拿到一个火龙 金克斯那边杀的输出 奥乃差一声 看起一个秒表 金克斯那边有一个夹子 吃了进去奥乃 但是呢 阿然也可能也不太敢接了 倒过拉一下 小明一闪指了上去 冰哥是踹到了一个塔姆 感觉不太解决问题 对方的蚊子 跟阿然两个人输出太高了 这波可能要溃败了呀 小虎也没办法 被勒弗兰拿到人头 嘎了也是被猴子击碎 一换五 这波团战 感觉全技能的纳尔 就是即使杀了正面被 如果能杀纳尔 那正面起码要拉一下吧 就这正面直接被四打三开起来了 而且拉扯做的太好了 而且拉扯真的打得有点漂亮 一会儿回放可以看一下 就他们的这个双C的拉扯 真的有点精彩 这波小吕布 几乎是一直处在一个 且追且躲技能的状态 这个开具已经很好了 就把那儿变大鞋直接秒掉 但是奥特开得好 而且这块表 对 很关键了 奥特这波打得有点好 他是在小虎跟阿兵进场之前 把团开起来了 就小虎跟阿兵这个时候 回过头来处理团战 发现队友已经残了 然后后续的团战也没有打好 阿兵这两脚其实没有一到关键的人 是的 小明虽然是回身一闪QR开 但是奥特有一个进化 他进化一解 然后队友把他保住了 直接形成了一个金克斯 最后快感的这个收割局 这个团战确实被对方给拉扯了 而且奥特这个开团 这一波确实很立功 如果他开晚一点 我觉得RNG等小虎跟阿兵过来是能打的 而且还是就是 我觉得T1打这套太熟了 真的太熟了 他们这套就是 MAYUC拿大盒拉扯的体系 这个春天玩得太好了 请到了阿兵 哇 又是塔姆 搭进去 阿兵这边算得太完美了 这里肯定要溃败了 小虎跟嘎拉 我直接被QR捡死了吗 打出一个三环 这个塔姆呀 上路救宙斯那一波 这一波又是救到了阿兵 这个塔姆真的 Q到但是伤害不够 而且这样如果再不回去要被一波了 金可思拆塔很快 能不能轻线狐狸回来 T1也想进去一波 下这边还有十几秒才能复活 狐狸开一个W被拍到墙上 闪现开狐狸这个位置 感觉要直接被击杀了 那狐狸倒了 真的要一波了 小明只差想守一下 没什么机会 MAYUC这边在狂A水晶 侧面不让小虎回来守 那恭喜T1吧 把比分搬成2比2平 这把也是打出了我觉得 这个BO5T1 应该说最属于自己风格的一局游戏吧 是的 这个是属于T1的运营的胜利吧 在他们前期有优势 拿到一先锋拿到一学塔的时候 他们这种节奏滚雪球 给到的视野压力 包括运营上的压力给的太大了 RNG这一盘 我觉得有两个机会点吧 就是被塔姆救到 那两波特别伤 特别是上渡那一波 而且我感觉就是RNG 还是阿宾拿青钢影之后 你不能让他玩一个这种 单挂的青钢影 对吧 就要么你是卡牌青钢影 你的方塔 要么哪怕是这种梦魇青钢影 或者说之前你也看到他们玩这种 哪怕你玩个卡沙这种 能跟他进场的 否则这个单挂青钢影 我觉得有点太难玩了